4日乌克兰国防部长涅兹尼克夫宣布 他已向最高拉达主席鲁斯兰提交辞职信 当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 一周内他将向议会提议解除 涅兹尼克夫的国防部部长职务 并任命现任国家财产基金负责人 乌梅罗夫为国防部部长 而在此前一天 也就是3号 泽连斯基已经表态做出这一决定 按照程序 这一人事变动 需要经过乌克兰最高拉达的批准 乌克兰最高拉达主席鲁斯兰4号表示 将在下次最高拉达会议上 对此进行审议 泽连斯基认为 国防部需要新方法与不同形式 同军队及社会互动 他希望议会支持乌梅罗夫 出任国防部长的提议 列兹尼克夫现年57岁 律师出身 2004年帮助后来当选总统的 尤先科赢得选举诉讼 曾出任首都基辅市副市长 2020年加入泽连斯基政府 出任副总理 2021年11月出任防长 作为防长 列兹尼克夫帮助乌克兰 获得大批西方军事装备 用于与俄方作战 包括德国制主战坦克 美国海马斯火箭炮 爱国者反导系统等等 今年以来 乌克兰国防部多次爆出腐败丑闻 这被认为是乌克兰总统决定 更换国防部长人选的主要原因 今年1月开始 乌克兰媒体持续向列兹尼克夫施压 指认国防部以市价两三倍价格购买军粮 一名国防部副部长引就辞职 尽管列兹尼克夫本人没有涉及这些军粮采购 一些时政评论员说 他应当承担政治责任 列兹尼克夫当时承认 国防部内部反腐机构未能尽责 需要完全重启 当月有关列兹尼克夫 可能辞去国防部长职务的信息 就已经出现在乌克兰媒体上 而就在上月 一家乌克兰媒体指认乌克兰国防部 采购部队冬庄时搞腐败 称国防部以三倍于正常水平的价格采购冬庄 且实际买的是夏装 列兹尼克夫上周召开记者会 否认一切指控 称买来的迷彩服适合冬季作战 国防部没有收到部队任何投诉 如果国防部长人选更换 获得乌克兰最高拉达的批准 这将是乌克兰危机去年2月升级以来 乌克兰国防系统最重大人事调整 列兹尼克夫领导的国防部深陷腐败丑闻 但他本人则坚决否认有过错 有分析指出 泽连斯基希望通过撤换防长 凸显反腐力度 乌克兰要加入欧盟 需要整治腐败 加上俄乌冲突看不到头 国内民众对腐败非常敏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